一应日本北海道新千岁机场 油料短缺问题持续 太月节航空台北往返新千岁的航线 将从2月2号起停飞 总计影响935名旅客 业者强调航班计划 原本就只跟民航局申请到1月底 燕姬提醒旅行业者不要销售 而受到影响的旅行业者表示 目前已经陆续的通知旅客 协助转团安排其他行程 如果旅客要取消的话 也可以取额退费 即将迈入春节出国旺季 现在却有航班要临时喊咖 有旅客PO出太月节航空的航班取消通知 表示北海道新千岁机场的油量短缺问题持续 从2月起要停飞 从曼谷到台北到北海道的往返包机航班 根据了解这条航线每周飞三个班次 目前总计有935人受到影响 如果有转团意愿的客人 我们会协助寻找替代行程 那如果是想要取消的客人 我们也会做全额的退费处理 那目前我们统计受影响旅客 大约至少有500人以上 对此太月节航空发出声明 强调台北往返北海道的包机航班 2月2号起取消 而航班计划原本就只跟民航局申请到1月底 同时也已经提醒过旅行业者不要销售 鉴于旅客直接联络 原购票的旅行社处理后续 同时澄清网路上不少旅客持有的取消通知文件 都是未造的并非航空公司发出 目前1月份还有两个航班都正常运行 但就算旅客顺利出发 就怕如果2月才回来 已经没有航班 通航已经有一些陆续紧急的做调度 尤其是外籍航空的包机行程 种种因素它有可能会改旗 换时间或不飞 消费者只能够最后是被迫退费 2月1号到2月6号之间的话 据我所知应该要转换还有空间 但是如果你从2月7号以后 可能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开心报名行程出游 却在出发之前不到一个月 无预警被取消航班 行程全被打乱 就看旅行社后续处理 这综合报道